好不容易上了剑桥大学 不过却因为没有钱 来看看在杜小姐呢 她跟先生离婚之后生了一个孩子 那她现在呢被迫带女儿回到台湾 她说呢四年前 女儿是破格录取了英国剑桥大学 来就读的机会 不过呢因为跟孩子的爸爸打官司 一直要追讨学费 这一拖就拖了三年时间 害小孩根本没有办法到英国剑桥来念书 女儿在英国96年的时候 录取英国剑桥高中部的时候的作品 表示她的人生都回来了 对 非常高兴 对啊 杜小姐拿出女儿14岁时绘画作品 被剑桥艺术学院认为很有天赋 获格录取高中部 当年女儿满心期待大好虔诚 现在格外心酸 我前夫现在也没有支付 那个一毛钱 以前英国的国小同学 现在都已经是大二 那只有她现在还跟大学 摸不着边 回英国剑桥 不是只有她的艺术路 还包括了她的人生 杜小姐十多年前 带女儿跟老公到英国旅居 后来夫妻离婚 签证到期被迫带女儿回台 大女儿周小妹艺术天分被剑桥肯定 却因为没学费去不成 学费赡养费官司 一拖三年 判决下来还是没拿到钱 我前夫在台湾直设了工作室 那工作室的收入 不等同薪水 那我们台湾的法律 只能扣薪水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在台湾 就扣不到她任何一毛钱 所以这样一笔费用多少钱 都完全拿不到吗 学费是433万 那其他抚养费赡养费 总共四分债权加起来是880万 艺术才女深造梦碎 周小妹最近作品 女孩眼神充满哀伤 还有小女孩窝在妈妈身边 悲伤遥望月亮 似乎都是她的心情写照 人新闻许致命大修容 台北报道